瑞辛的一亩田,我们用水耕的方式种植空心菜的实验记录 使用两个大花盆,其中一个排水孔煮起来,以便水耕种植 要试验采收的时候,不同的种植方式,两盆是否有明显不同 种植之前,在花盆上的土里撒产量的有机肥 搅拌均匀 再加上自制的有机质堆毁,泥土的高度大概是花盆的三分之一 再把泥土搅拌均匀 一盆倒入清水 另一盆也倒入了清水 空心菜的种植用水浸泡一天之后 分别均匀地种到两个种植箱内 上面再撒一点水等待花芽 但不需要太多水,否则种植会浮起来 两天之后,花芽冒出土了 一盆保持土壤湿润即可,一盆随着空心态长大的程度不断增加水量 一星期后长这么大了,其中一盆随着它长大不断加水 但要记得不要淹过叶子,可能会烂叶 一个多月后长得很翠绿的,即将可以采收了 开始采收了 长得不错,鲜嫩多汁 剪下来吃之后,再撕回可以持续采收很长的时间 现在我们把几个起来,是要观察它们的根有何不同 一看之下,根有很大的不同 水根的根非常健康,叶子也翠绿多汁 分享至此,谢谢